要说到周星驰电影里合作 最默契的搭档除了吴梦达 就是陈百祥 但这些年来陈百祥身上 最大的标签就是爱国 陈百祥是娱乐圈里面 公认的爱国艺人 对于爱国这件事情 经常敢于直言 虽然曾经因为发表爱国言论而被抵制 但是他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爱国的心 在无数场合下 陈百祥都坚决表明过自己的态度 一句我出生就是中国人 戳中了许多网友的泪点 完全颠覆了他在荧幕上 给大众留下的搞笑形象 我不觉得我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我出生就是中国人 可是我生在什么地方而已 我生在香港 所以我讲这个普通话 那么烂 可是我的广东话 我的广东话就讲得比国内人好了 对不对 我的英语是完美的 因为我学校 英语是我的第二个语言 如果曼文化是我的第二个语言 可能我的曼文化是我们国内的同胞 像不像这个国智人 陈百祥是弟弟道道的香港人 小时候家中贫困 所以陈百祥早早的就出来打工赚钱了 不到20出头的他和朋友组建了一支乐队 叫做失败者乐队 乐队成员还有谭永林 但是这一支乐队的成绩呢 却非常辉煌 因为在比赛当中 打败了香港歌神徐冠杰的莲花乐队 从而拿到了冠军 但是这支乐队呢 却在短短的时间内解散了 离开乐队之后的陈百祥开始创业 不料陈百祥非常久商业头脑 年纪轻轻的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少年得志啊 意气风发 在那段时间内 香车美人 陈百祥的日子啊 过得是乐不思索 只是好景不长呢 陈百祥的生意一夜之间全部倒塌 于是在还清了债务之后 陈百祥开始走进了娱乐圈 最初的陈百祥 虽然是因为唱歌比赛而签约了公司 但他却成为了一名主持人 是每一年港姐竞选 TVB台庆雷打不动的王牌主持人 他的主持风格啊 幽默风趣 诙谐搞笑 往往能够把人逗得笑弯了腰 后来陈百祥把这种喜剧功力 彻底融入到电影中 在遇到周星驰之后呢 属于陈百祥的喜剧时代才正式到来 陈百祥和周星驰之间 不能说谁成就了谁 只能说是互相成就 因为是周星驰给了陈百祥发挥的空间 而陈百祥每次演完之后 总能够完全盖过周星驰的风头 可以说他的喜剧功力啊 是一点都不输给周星驰的 在新年的电影中 陈百祥向来都是诸度有的存在 可能起周星驰是一点都不手软 虽然演的是搞笑角色 但是陈百祥始终抱着认真的态度去演戏 但他和周星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虽然在一幕中合作非常默契 而且陈百祥也承认周星驰是个天才 但是绝对不能够和他做朋友 因为新野骨子里啊 有一种傲慢不擅长寒暄 而且固执己见 总是坚持用自己的想法来演戏 作为长辈的陈百祥 被周星驰一次次的否定 自然也不愿意和他再往来了 周星驰为什么你会选择北京狗呢 周星驰绝对是代表电影狗一个奇才 但是你知道北京狗是什么 高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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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人配得他的戏 所以他不会和任何人交往 你叫我周星驰有朋友没有 除了下巴 除了下巴 肥仔葱 田鸡 他没有平背的朋友 他找你拍片 他没有找过我拍戏 不是他 不关他事 我们永远都是向华盛先生请的 我们两个都是做演员的职位 陈百祥在三十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 为无数隐秘 贡献了无数经典的喜剧角色 虽然在剧中都是绿叶的存在 但却成为了影片的点睛之笔 至今都令人记忆忧心 在离开了周星驰之后 陈百祥的喜剧天赋一点都没有退步 反而发挥的更加优秀了 除了周星驰之外呢 陈百祥合作最多的演员就是刘德华了 作为娱乐圈前辈的陈百祥 对刘德华颇为照顾 即使他是一个新人 即使他可以当主角 还是愿意充当那一片绿叶 甚至亲自指导刘德华演戏 可以说算是刘德华的老师了 如今陈百祥已经基本淡出了演艺圈 只是偶尔会在电影当中客串几分钟的戏粉 生活中陈百祥的婚姻也是很幸福美满 即使两个人婚后一只无子 但他对妻子始终呵护被制 是圈内出了名的好男人 也希望陈百祥可以偶尔给我们带来优秀的表演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好 好